這個月6月份的台灣明星指數調查 我們在6月16號到18號晚上執行的 那主要的調查結果有幾項我們可以跟各位來報告 那這次的調查也很特別 因為剛好是馬總統跟新內閣上任的一個月 所以我們也會有一個相對應的調查結果來出來 那主要在這個台灣明星指數調查部分 這個月調查其實有一個很明顯的地方是 在政治信心的部分來講 創下了我們最高的指數的記錄 那經濟信心的部分反而創下了最低的記錄 所以是往兩個極端方向走 那這也是我們兩年來所做的這個調查 是一個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情況 那第二個在整個在野黨跟執政黨 其實在這個月的角色跟上個月來講是完全互換過來 那在這個角色互換之後 民眾的期待到底是如何 那在執政黨的這個部分執政信任方面來講 馬總統的信任指數比較高 但是這個行政院長這個劉兆玄的部分 他是比較趨向於這個中間評價 就是一半一半 那對執政黨國民黨的評價也是一半一半 那但是就是說這個民眾對國民黨的評價 覺得他們可能還不如這個上個月在野黨的表現 在擔任在野黨的時候的一個表現的評價 那在在野黨的部分來講也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在這個部分來講 也就是說在這個國內政黨第一個女黨魁也就是蔡英文 她剛好也是上任滿一個月 那民眾對她來講是有一個比較傾向正面的評價 那當然這個正面評價當中還包括一些這個泛藍的民眾 或中立的民眾 對她來講都有一些不錯的好感 但是在泛綠的民眾當中 有將近四成的泛綠支持者 那對蔡英文是表示不信任或觀望 那我想這也是她接下來的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挑戰 那民進黨的信任的評價來看的話 民眾認為他們在在野的時候其實表現得比執政好 那這是一個也是調查上面的結果顯示 那另外一個對兩岸的部分來講 其實民眾從總統大選之後到目前為止 對於兩岸的穩定還是保持高度的樂觀 到目前為止都還是一樣 但是在國內政治的穩定方面判斷反而是下降 那因為是在整個政黨 在整個新執政黨跟這個在野黨角色互換之後 那還是有一些這樣的一個政治上不穩定的因素 那甚至在這個月的政治穩定反而下滑 甚至兩黨這個對抗的情況拉到 好像是在還是在選舉的時候 那這是在政治的樂觀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就像剛剛跟各位所報告的來講 這個月其實是創一個新低的情況 那也是第一次調到我們所謂的大師民心的這個階段 這個評價 那從這個立委選舉到總統大選 那泛藍結果泛藍陣營的選舉結果都是大勝 但是這個半年多來 民眾對經濟面的樂觀期待已經完全被沖刷掉 回到在這個立委選舉前的這個情況 顯然民眾對這個大環境還是比較悲觀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基本上民眾認為其實國際因素是 不是政府可以掌握 但是國內處理的方式政府是絕對可以掌握的 那民眾可能對這方面來講會有一些建議 那至於從經濟信心方面來看的四個指標 一個是個人財務部分 對國內經濟部分 對目前的現況還有對下個月的判斷來講 我們在經濟信心的這四個指標來講 這次的台灣明星指數調查結果來講 四項都是下錯 表示民眾的信心真的是非常低落 那特別是在7月份之後 7月份的時候電價跟油價部分 甚至聽說瓦斯都還要陸續在漲價 那這個對民眾經濟壓力會增加非常多 那這也是我們下個月會要持續觀察的地方 這是我們這個月的一個台灣明星指數的調查結果